北京輸出威權政體、侵犯人權、破壞國際規則 今天已經成為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共識 民主黨的左翼大佬,自稱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桑德斯 最近在外交事務發表題為《華盛頓對中的危險共識,不要展開新冷戰》的文章 表面上是對這個共識提出警告甚至唱反調 但世漢內文,我們就會發現文章裡的對中判斷其實與民主共和兩黨的共識差不多 文章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也全無具體行動的主張 這正體現了華府對中共識的強大 現在連想唱反調的政治人物都很難建立完整和可操作的論述 桑德斯的文章一開始就強調在90年代 當民主和共和兩黨都主張要與中國建立全面經貿關係的時候 他就強力反對,認為美國被一個壓迫勞工權益的巨大經濟體 進入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只會肥了想去中國剝削勞工的大企業 令美國工人失業受苦,所以他一開始就反對給中國貨以低關稅進入美國市場 今天桑德斯就說他仍然抱相同的見解 郵輪者質疑,如果桑德斯真的擔心對抗性的對中態度會引起美國國內的反華和反亞仇恨 他自己這種中國搶了美國工人飯碗的論調,難道不會嗎? 無論如何,桑德斯對中國這種經貿的態度 其實與民主共和兩黨今天的主流沒有任何分別 桑德斯接著就列舉了多樣美國應該嚴正對待和處理的中國罪行 他說中國政府當然在政策和行為上犯了多種我和美國應該反對的罪行 盜竊技術,鎮壓工人權利和媒體,在西藏和香港的壓迫 對台灣的威脅行為,對維吾爾人的殺戮性政策 美國也應關切中國日益侵略性的全球野心 這種說辭其實是可以出於今日任何一個民主黨或共和黨主流議員之口 既然對中國問題的判斷和主流共識無異 那麼桑德斯主張什麼有別於新冷戰的對中政策呢? 文章完全沒有具體的建議 他只是說美國的姿態不能太對抗性 要爭取與中國在氣候、反恐等問題上的合作 但如何合作呢?如果中國不是有心合作那怎麼辦? 文章都避開了這些顯而易見的問題 根據桑德斯和其他民主社會主義者過去的投票和表態紀錄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實際行動上很多時候都和主流沒什麼差別 例如在維吾爾人強迫勞動的議題上 桑德斯就是有關議案的其中一名贊助人 他在眾議院的盟友Elhan Omer更在去年去信美國的大企業 警告他們設立使用新疆強迫勞動 因為這樣違反了美國的法律 另一名民主黨的左翼議員AOC 每年達賴喇嘛的生意都會發表聲明慶賀 他在今年3月的西藏1959年起義紀念日更加在國會發言 重申他對為自由而戰的藏人的支持 表示藏人有使用自己語言奉行自己中間文化 再屬於自己的國家自由地生活的權利 桑德斯和他的民主社會主義者的盟友 是否只是在兇犯口號上反對新冷戰 而在實際政策上和主流共識完全沒有差別呢? 這也未必 桑德斯在文章裡不斷提到 當年兩黨反恐共識怎麼帶來年年的戰禍 我們要避免從偷腹切地說 我們可以預見如果美國一旦因為台海或南海和中共開戰 他們一定會帶頭反對 更加會鼓動反戰的民意 到時他們反對新冷戰的邊緣民意 隨時可能會演變成反戰的主流民意 華府的主流政治人物和國安官員當然明白這種狀況 所以都在積極地發展印太區裡的盟友網絡 建立一個一旦開戰 美國可以不直接介入泰森 而可以通過輔助區內國家而應對侵略的佈局 這個現實狀況也是印太國家在建立自己的對中防禦戰略的時候必須考慮的一個因素 我是恐高峰 多謝大家收聽 下星期再見 拜拜